這個禮拜我很開心就是朋友看到我用年輕人的產品對我生活和我自己的影響越來越好 然後朋友自己要求我幫他做香味解削 然後我原本叫他拿橙或檸檬就可以了 然後他很有心他跟他的同事借了一支香蕉管 然後我幫他做一部份解削 做完之後他說他真的覺得鬆了 然後第二天他跟我說我想問你們年輕人有什麼精油可以百搭一點 不要那麼貴我想試一下開始用 我很開心我跟他其實都談了幾久了 都可能有兩三個月的了 然後他現在真的親口跟我說他有雖然 然後我就介紹他用Lavender 是的 然後我又跟他說如果他有什麼問題 或者使用上有什麼問題 或者想參與會員之類 或者再想深入了解怎樣去舒緩情緒之類的 都可以取消我們 我們的團隊是非常之能力的 是的 恭喜你啊 很好啊 我相信一定是分享了很多你的故事給他 Emilia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去到兩三個月 你說你跟他聊了兩三個月 那你怎麼跟他聊兩三個月的 因為根據我們在GoPro和之前Wildly的機遇 大部分人在GoPro 而他很想去簽一些新的朋友的時候 其實他最少都要跟他溝通兩三個月的 最少 最內則九年 是不是九個月甚至一年 我們叫做BullBull BullBull一會兒的 其實你跟他聊什麼 怎麼跟他聊 怎麼說 我覺得可以分享一下 給大家聽一下是怎樣做 因為有時候有些人太aggressive 就會嚇召了朋友 其實你用什麼方法去跟他聊 可以講一下 大概記得 或者你聊的時候說些什麼 在那裡聊天 不客氣 不用客氣 好 其實初初我都真的會很急的 很想說快點可以達到目標 原來當我上了我們一起建造者的課之後 我就知道原來真的急不來的 一切是由關心開始 聊天開始 那我這幾個月其實都 開頭我也有時候在那裡提 然後提 Young Living 我覺得好像她反應沒有興趣 她的感覺到她是沒有興趣 然後慢慢在同時間 Shelby 會教我一些舒緩情緒方面的方法 然後怎樣用精油 教了我很多不同的技巧 我就慢慢是由關心她開始 我又跟她說你有什麼不開心就跟我說 之後她真的有什麼不開心就跟我說 無論是跟同事跟家人 沒有錢或者要想轉工 給同事欺負給姐姐欺負那些 她都跟我說不斷 然後她每次說什麼時候 我就算不是說馬上回覆她 但是當我有me time的時候 我就會複一圈文字這樣的步驟 她越來越相信我 她越來越信任我 然後最近她轉工 然後她說轉哪裡好 怎麼辦 我又怕去到哪裡都會被人欺負 然後我就鼓勵她 我說你會相信你自己 我說你會相信你自己 可以升任這些工作 她說我真的很怕再去被人欺負 我說你不斷地覺得是被人欺負的時候 你去到哪裡都會不斷被人欺負的 然後她說好吧多謝你 然後過了兩三天她跟我說 她說Billy啊 我說有很多份工叫我回 舊公司也叫我回 她現在有三個選擇 我說你看看 我說你現在 對不起 我是跟她做完Aroma Reset之後 她那三份工出現了 我說你看看 我說你現在不是有三份工讓你選擇 你現在還可以慢慢選擇 我說只要你相信你自己 我說正如為什麼我跟你做Aroma Reset 一做就覺得可以幫到你 有些人未必一做就可以立刻做 都可以達到那個你想要的效果 就是因為你相信我 她說是啊 我和你認識了十幾年 我一直都當你好像我姐姐這樣 我說其實這個就 你相信我呢 其實就等於你要相信你自己一樣 你有任何困難的時候 你想到我 其實你自己都可以幫到你自己的 我不斷地鼓勵她 然後 借著這些不斷地重複重複的關心 和她開解她 告訴她知道我會在這裡陪著她 然後再鼓勵她 然後就達到她現在完全相信我 然後 會主動叫我幫她買精油 然後她相信Aroma Reset可以幫到她 所以我覺得 Young Living 這間公司一切都是由愛出發 急不來的 這個是我自己很大的預算 我覺得幫到別人 給你賺錢當然是有需要 但是我覺得幫到別人 那種的滿足感是多於你賺錢 我覺得 我的分享就是這樣 我很喜歡Milly的分享 因為 但是我想提醒大家 我們對人好 千萬不要有任何的期望 因為 如果你有期望 對方會感受到 對方感受到 對方感受到 那個不是真摯的 真摯的 真摯的 呵護 還是關心 所以這件事 要提醒大家 不要有一個Hidden Agenda 不要期望 她會買 她會買 她會買精油 她會做Member 或者怎樣 是的 這個要記住 是啊 是啊 很同意Gretchen說 還有我也是很開心 聽過Milly 有這些關心別人的技巧 我想 這個機會 我想給很大的 Credit Shelby 因為剛才Milly 講話的語氣 跟Shelby 跟Milly講話的語氣 是一樣的 所以其實 I want Gretchen 你聽到 其實 其實 應該就是過去的六個月 一年 我不知道你們認識了多久 Shelby 屢屢 三個月 屢屢屢屢 鼓勵Milly 就是Milly 可能在台灣 我猜 都有那些 我真的搞不定 很辛苦 你行的 你做到的 你相信自己 Milly 就 那個方法 那個關心 因為她在Shelby 身上收到這種真摯的關心 而Milly 其實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華人沒有這些 我們的program 原本是沒有的 那Shelby 很好 她有這個program 就將這個program 注入了Milly的腦袋裡 Milly 就將這個program 在這裡運動 那就變成了一個真摯 關心身邊的人的時候 她那個朋友就感受到了 那還有她也是 Milly有幾樣東西要做到 就真摯關心 那個語氣是很supportive 我留意到很supportive的 總共對方不相信自己 她都會告訴你 你行的你做吧 也都有透過用油 去做aroma reset 讓她都有感受到 那些油的power 但是 at the same time 是沒有去push她買東西的 純粹是act of service 是這個service 去服務他人的心態 希望幫到她 透過她自己有的工具 有自由 自己已經在別人身上 收到的 呵護和關心和愛 她將那個東西pare forward 去給她身邊的人 所以就很合理地 這件事有發生到的 所以我們有幾點要寫下 第一點就是要學習 怎麼去關心別人 用一些對的語氣 這件事我也是在學習著 我在學生身上學著 因為我的programming裡面都沒有的 所以我留在Gretchen身上學 Gretchen就說 是不是 所以我現在經常說 是不是 Gretchen就說 你說是不是 我想Gretchen自己不留意到 做得非常好 我在Gretchen身上學 我們就會找一個 我們覺得他讚我們的時候 支持我們的時候 我們的語氣 可以跟他學習的時候 那些人 你就可以跟他多些學習 找他多些聊天 去program自己下去 去加一些programming 另一件事就是他很consistent 而不是說他 不是說他 這件事我也是在練 就是不是說他 你不要經常這樣說自己 怎樣怎樣怎樣 就是instead of 去按他 去說他不對 他是去支持他 告訴他 那個direction 其實是很不同的 第三件事就是他真摯關心 完全沒有 心裏面都沒有覺得 他要簽他的 其實他 應該怎麼說呢 其實Milly的背後 最深深深深深的 有這件事 但是他不會 因為對方不簽 而決定他 給他三位 他再不簽 Milly沒有這樣的打算 是不是 所以這個是真摯的關心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大家 如果跟朋友去溝通 去follow的時候 就有這三件事要記住 透過Milly的分享 剛才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聽Milly說 我覺得非常多謝Milly的分享 真的需要三個月的 其實我自己的經驗 看到一些人 除非你原本和他 已經建立了三個月的relationship 一組 你那三個月 六個月 九個月已經在了 已經存在的 已經存在的 那你就不需要 那些時間 就好像我們買保險 他說你是存在的 存在的 他不保的 那你已經存在的 存在的 那些人 那你就可能 不需要三個月 如果存在的 你的存在 那些存在 那些存在 其實是要三個月去 去存在 好像一些 那些人去生 勾在一起 跟在一起 很好 很棒 謝謝你 Milly 你分享了這個故事 令到我們可以再清晰地去知道 其實用了什麼方法去做 我想說 剛才 阿祖恩說 我有某個program 所以我可以 支持到Milly 我想說我原本沒有這個program 我也是 從小到大 被人說 你不行 你小心點 做事就是 在一個框裡面做就好 你走出去 很危險 就是我從小到大 都是在這個環境那裡 去長大的 聽到的說話 就是會有人 就是旁邊的人 長輩 那樣都是 告訴我 你這樣做 但是他不會跟我說 你可以做得到的 就是這樣 但是我想說是可以學的 其實我也是在這兩三年裡面 是reprogram自己的 不斷地這樣 其實我現在覺得 每一天都在reprogram自己 我只是去找一些 有什麼好的東西 去擺入自己那裡 就是找一些 不對的 不要的東西 那我就想辦法扔走它 然後呢 就放一些好的東西 進去給自己 是的 所以看書 聽 聽 聽 分享 跟你們聊天 其實一有好東西 我就會和自己說 先包住 先 放進去自己那裡 就是這樣 是 reprogram自己 是啊 那我發覺我自己 這樣去 有這個念 就算有這個念頭 出來的時候呢 就會很多事情真的會發生了 首先有個念 我就是要 我的念就是 要扔走一些 不適合的東西 就拿一些好的東西回來 我已經擁有了好的東西 我就分享開去 就給別人 是的 那我發覺原來 我自己reprogram了自己呢 我都很有能力 可以reprogram別人的 是啊 是啊 那 然後原來現在 Milly呢 就走去reprogram 另一個人 那很開心 聽到 是啊 原來就是這樣 還有我就會覺得 我們的使命呢 就是 就是 bring essential oils into every home 就是其實我們的底層呢 是相信 每一個家庭 都是需要用 unliving的東西 是沒有人不相信 不是 沒有人不需要 所以這個是我們那個 深信 那個底層 相信的東西來的 那所以其實我們 無論對著任何人呢 我們那些的關心 各樣呢 其實我們的底層 都是很相信 它需要用unliving 那所以 整件事呢 我就覺得沒有衝突的 我對任何人關心 那樣東西 和我想去用unliving 其實是沒有衝突 我不是因為想它用unliving 所以我去關心它 是因為 我相信你是用unliving 是啊 而我是你的朋友 所以我關心你 那所以是 沒有衝突 對我來說是 因為根本每個人都是需要 這樣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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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讚Milly 就是你真是很 很運用到建造者裡面 學了的東西 建造者裡面 其中有一堂 是怎樣 建立聯繫 和人與人之間 是由認識 然後呢 就是會 喜愛你 認識你 喜愛你 然後就會是信任你 最後就是信賴你 是啊 信任和信賴都是不同層次的嘛 所以現在Milly就是用自己的努力去 去建立聯繫 去到一個信賴的程度 現在就是 你想想如果我們一直這樣努力 我們身邊的人 所有人 我每一個接觸的人 都可以 表達到一個信賴的 的 的關係 是信賴的關係的時候呢 其實 是不是 就 很好呢 已經是 那他一定會跟我一起用 因為 他知道我為他好 是啊 他會感受到 而且他會接受我的 為他好 那我們就是 就可以達到我們的使命了 就是這樣 是啊 是啊 好厲害啊 Milly 好 angels 好 好 我想重新回想一次 當說的是 我現在覺得 當說的 當然 那個 那個意念 就是我們幫他 首先 你有個意念 所以很重要 那個意念 其實就是要做 就沒有 所以 見到三大頭 目標和意念 我們每一天都講過很多遲宅的 新造設計的意見 同時同時同時 最重要的就是設計的意見 Shelby 剛才有說的 她就是要一個意念的 她有一個意念線 先有意念之後才會發生的事情 所以那個設計的意見是很重要的 大家要記住 還有我很喜歡Shelby 說 所以建造者裡面 第一堂就是講目標 其實那個目標就是它的意念 就是目標就講得好像很笨 其實目標就是意念的 我們每天起床就設計的意念 去做affirmation 臨睡之前要感謝 那天我究竟跟我這個朋友聊天的時候 我想令對方感受到一些什麼呢? 感受到關心 OK 那我就向這個目標去前進 我就是要令他感覺到我關心他 因為我真心關心他 那這些都是一些 purposeful的 intention 我們 unfortunately很多時候 人呢 每一天都不 purposeful 就是沒有意念地去生活 unconscious living 就是我上班 下班 吃飯 開飯 看電視 睡覺 不 purposeful 那當我們如果有意念地去生活 consious living 是 purposeful的話 其實你是事貫功賠的 那第二點呢 Shelby 也都說了 帶出一個很好的point 就是由建造者裡面講的那個朋友的理程 就是由普通朋友 然後變成後來就是信任和信賴 信任和信賴是兩樣東西 Shelby 講得非常好 那其實是什麼來的呢? 信任 很多人會覺得信任我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信賴的 信賴是有reliability在裡面的 什麼叫reliable呢? 就是accountable 我信得過你 但是呢 我知道你對我好 不過呢 你說完不做 就不reliable 是不是? 不accountable 就說了 我們為什麼會有些人 嘩 這麼信賴呢? 因為他accountable 是不是? 就是譬如 好像Gretchen那樣 你跟Gretchen講些事情 他會做給你的 他會跟進的 他會 consistent 所以我們這麼信賴Gretchen 因為他accountable 所以我們reliable on他 是不是? 只是信任他 不同的 所以當我們和一個朋友 去建立關係的時候 最終的目標 就是希望他覺得我reliable 他可以信賴我 他可以依賴 就是不一定要依賴 不要用依賴這個字 他信賴我 那好了 那我怎麼會令到我身邊的朋友 信賴我呢? 我怎麼會令到他覺得我是accountable呢? 第一樣東西 我們要accountable to ourselves 我們先對自己信賴 就是如果我自己說了些事情 但是不做 我對自己的事情都不accountable 人家怎麼會覺得我accountable呢? 人家又怎麼會覺得我reliable呢? 是不是? 我覺得這個都是由自己開始的 就是我想提出一點 但是很多人會想 因為其實這件事情都不是 未必是說給Shelphie、Cassine和Milli聽 就是希望是說給那個 我們錄音錄了播 就是放上YouTube之後 看看誰這麼巧聽到那句話 因為我會覺得有時候在Imming 我們見過很多人在做 他其實是一個信賴的人來的 但是他不reliable 我想大家明白我說什麼 就是他的身體是很好的 他又很喜歡幫人的 他又真的不是賺錢 他不會拿別人的好處 很信賴的 不過他不是很信賴的 他很論盡的 有時候你跟他說完 他又忘記了 怎樣怎樣怎樣 就是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 in order to be reliable you have to be consistent and accountable 那人家就會覺得 我送了他過 他會做的那些事情 這樣 這個都是一個我覺得 一個要在這裏成功 很重要的條件來的 所以呢 這個我也覺得 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去 build 回 不是說 build 回 去 program 自己 去 program 自己 make sure 我會做一件事 我都是想做一個 accountable的人 所以我身邊的人看到我 是可以信賴的話 他就自然會信賴我的 因為信賴其實都是 別人給的 不是你可以問他拿 外面不是說他 有時候都沒有那個programming的 他就最近 就是過去那兩年 就很努力去 reprogram自己 因為知道自己 有很多programming都沒有 就去找 我覺得這個態度 是我們每個都要學習 是很重要的 那些東西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自從做了 心理治療之後 我發現如果那樣東西 不是我們自己 own的話 其實我們不適合用的 什麼意思呢 這句話 就是譬如 Shelby 舊時 爸爸媽媽可能 放了programming下去 給他聽是不好的 那他呢 其實不適合他用的 所以他就要扔掉它 他就自己去發現一些 發覺一些新的東西 他學東西的時候 他會將它轉化成自己的東西 之後他才能用得著 他將它轉化成自己的東西 加了Shelby元素下去 Shelby才能用得著 即是他加了Shelby元素 然後才能用得著 在Millie身上 其實Millie 放在他身邊的人 那裡的時候 已經是Millie的東西 慘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講得太複雜 不知道大家明明 我想說什麼 這個問題是 如果我們的身體有些東西 有些programming no longer serve us 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let go 當我們決定let go的時候 設定了intention 那樣東西就let go了 就給對方了 and objectively是這樣 因為我在做coaching training的時候 直接感受到 那些人們原本 加鎖到我那裡的東西 還不敢走回到對方 但是我們要設定intention 我們要這樣做 我們要 điều做 each other 這個東西 就是一個做法 你也可以選擇 那些東西 我們去做 所有的問題 在這面部 你可以選擇 你的問題 那些問題 這點問題 我們有問題 非常的尋找 也沒有問題 然後我們要來追求 我們要去做 既然去做 而且還可以去做 你就去選擇我想放些什麼進去這些位置 就像家裡的櫃桶一樣 那樣東西你老爸給你的 你不適合洗 老爸不適合洗給你 那你的櫃桶就空了 那你就選擇我要放些什麼進去這個櫃桶 and when you have that intention when you understand how that works 會很 effective because then you can visualize 是不是 那你就可以scan你的身體 scan你的計劃 scan你的計劃 我怎樣對人 有時候你要有consciousness 你有時候對人可能不樂意 不樂意餓了 像我那樣 不樂意語氣重了 那我就想 是啊 I sound like my mom 這個東西不適合我洗 我先扔掉它 給它 那我想怎樣 我想好像Gretchen那樣說話 那我就聽多些Gretchen說話 我就program 我這個櫃桶我要放Gretchen的東西下去 但是放了之後就是我的東西 我用我的方法去學他這樣就是我的東西 所以當我們有visualize的時候 有這個awareness 知道是怎樣work 我就覺得會容易一些 我想說的point就是這樣 就是剛才Shelphie說要reprogram自己 找些新東西學一下 那我會覺得 如果你用這個方法去visualize 那件事呢 就會容易一些做到的 我想補充 因為呢 其實除了阿祖恩說這些之外 其實群哪些人一起都很重要 就是我上次我們 我記得我也有講過 proximity is power proximity is power proximity is power 的解釋就是 中國人那個就是近諸者尺 就是呢 所以我們每個星期二 這個短暫的聚會呢 其實就是希望你們可以一起去 keep大家的momentum 所以我覺得 還有相信你可以做到的人 這樣呢 這個就會更加去effectively 去做到這件事 我覺得 是的 那個吸正能量的概念呢 其實我突然發現 原來是不work的 因為呢 就是等於我們那天講那個puppermint 那天呢 我那瓶puppermint 是很香的 我朋友的那瓶puppermint 是沒有味的 我跟他swap了 發了個幾小時之後呢 明明沒有味的那瓶 在我袋裡 就會變回有味 變回我的那瓶很香 那樣 他的瓶原來我給他的時候很香的 不過他待了一個小時之後 又變回他的那些味 因為那個frequency 換句話說 如果我有很多正能量 你來我那裏呢 你不能把我的正能量走 因為那些是我的東西來的 That's what I was trying to say 剛才就是 因為那些是我的東西 你來我那裏呢 其實你吸不到我的正能量走的 只不過呢 你可以感染到你自己都變成正能量 就是我們中國人講的 鄧珠者赤、鄧麥者赤 你跟那個人經常都黑色的 你明明白色 你搞日搞日都變灰了 因為你的frequency 會 vibrate like them 因為 這個是科學來的 我平時都會去科學 但是是科學來的 那如果你要跟那些人一起 譬如你多些來這裡 你會多些你的frequency 會去調整 就像調收音機台那樣 你能夠聽得明白我們說話 其實你要調整收音機台 因為你不明白我們說話 你轉頭收線 你都不知道那些人說什麼 是吧 但是如果你很想聽的話 你就會調整 第一次聽不明白 第二次聽不明白 第三次你就調整整個台 你就聽得明白了 所以剛才Gretchen說那個 proximity is power 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們和我們身邊的人一起的時候 我們的身體會調整一下 那些frequency 你和它一起的 如果你調整一下 的話它會離開的 或者你會離開那些人的 是不是 其實真的是physics 所以我們就是 同一幫人一起的時候 就是希望我們大家調整到 就像我和Gretchen那樣 我們很grounded的 我們很grounded的 我們有很多經驗 去和別人分享 很正面 很多愛 如果你是類似的 那你過來就調整到 那當然 如果我和Gretchen 其實都很軟弱的 很容易被人影響的 你們來到 哇 你們多兩三個東西 就全部樹葉都落下了 我們都會被你影響到 但是我們這裡 因為全部的人 那個intention 都是positive 和都是愛 愛那個fibration很高 所以呢 你們多些來這裡 就會tune到 你們是這樣的 那你regularly tune 因為你可能 星期二見完tune完之後 星期五 不知道見到哪個 很黑仔的那個人 很死的 那你不小心 就跌跌了下去了 那你就同時要來這裡 tune完 其實那個概念是這樣的 很scientific的那個概念